其實我不會說移民絕對是一個沒有遺憾 絕對正確的選擇 我會說只會多一條路讓你選擇之後 你想怎樣 90 後的 Benson 是香港首屆DSE畢業生 中學畢業之後就去了澳洲式來修讀酒店管理 繼而留起澳洲工作 2016年香港發生政治衝突 促逝他決定入籍澳洲 希望得多個身份 為日後的生活帶來多一個保障 以我酒店管理業為例 員工的流失率都非常之高 若然你給我一個簽證 固然可以降低你的員工流失率 同時我亦都要找到一個方法 去證明自己是一個有價值的員工 去令到你會覺得有所幫助對你的動資 所以你才會給這個簽證 Benson 現在定居澳洲不領地首府達爾文 並且持有偏遠地區受僱主擔保的永居簽證 簡稱187簽證 只要他工作滿兩年 滿足簽證條件之後就會成為永久居民 至於怎樣在澳洲找到合適的工作 他就有以下的建議 除了我們一般人所知可以網上申請之外 靠當地的朋友或有一層人去轉介 或者找當地的中介 還有要試到印你的履歷表 然後就在街上走入任何商店派 都可以是一個選擇 只要努力一點去表現自己 跳出自己的空間出鬆 應該會有收穫的 他分享自己工作的酒店有來自不同國家和文化背景的人 積極融入當地社會和訓練個人應餘能力 都是有利找工作的要素 講到在海外生活的費用 Benson 就說封劍遊人 例如一個薄餅只是8至10澳元 如果想過餐食好一點就要20至30澳元 在賣車方面 平價和貴價的私家車任君選擇 二手車大概500至900澳元 全新的一手車就要18000至20萬澳元 到畢業真的努力去試做移民的時候才發覺 都會有一定的落差 Work life 未必是平衡 為了生活 舒適又閒 也未必是想像中住大屋 吃一些好的東西 環境是非常有美 其實也會有些地方會有落差 澳洲都有不少社會問題 例如原住民和環境衛生問題等 而他亦都不排除將來回香港發展的可能性 Estoy熱心的 Maurigo 明天子 靠你 ale